那今年呢 方盒子的SUV是特别的流行 如果要是看销量的话 那么最值得入手的车 应该就是这台截图的旅行者 因为11月份它的销量破万了 那虽然说旅行者这个车呢 在上市的问题上搞得比较拖沓 但是呢咱们得承认 这个车的延迟真的是在线 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的设计 在国内现在的SUV里都属于一流的 那截图旅行者的尺寸啊 其实是和坦克300比较相仿的 但是实际的视觉效果呢 它明显会比坦克300要大了一圈 在路上如果你见到的话啊 它已经有点那个丰田库鲁泽的感觉了 旅行者现在的配置啊是比较丰富的 1.5T的2.0T的都有 而且我今天拍的这台是2.0T的 8AT的变速箱 而且看见了吗 这儿啊 这个全尺寸的备胎 不是那个小的工具包了 大部分人买截图旅行者这个车啊 应该都是奔着它的外形来的 越野的场景呢 可能不会是特别的多 那如果你也是这种需求的话 那么1.5T的版本 其实就已经够用了 但是如果你资金比较充裕的话啊 可以上那个2.0T四驱穿越 Pro版的那个 它的配置会更高一些 那如果你也是对这类房盒子的车 感兴趣的一类人的话 那么现在截图旅行者很值得入手 感兴趣的消失 词